大陆最强的目前是歼20 隐形战斗机 那最近有个微信公众号说 美国空军正在努力 把大功率的激光炮 搬上这个F-35 这个激光炮 搬上去之后不得了 瞬间可以摧毁 当然目标就是歼20 一个击杀的概念 只要装得上去 在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外 可以发生 发起攻击 而且是瞬间击杀 看到没有有这么厉害吗 当然歼20也可以装了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大家之前都不装 现在要装 主要是激光炮有些缺点 第一个它实在是很重很大 然后第二个呢 它只能直射 它不能驱射 换句话说中间有掩体 挡住的话 它就达不到掩体后面的目标 另外大气层当中 它还会衰减 云啊雾啊等等 烟啊它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还有就是它有没有 太重了尺寸太大了 所以现在就是说 研发出比较小尺寸的 装上F-35之后 歼20就完蛋了吗 我觉得这个激光炮 是未来有可能发展出来武器 因为人类进步 各种武器的发明 其实是不可以想象的 但是问题是说 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说要把它 不管是放在歼20 或者F-35上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目前来讲 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且也还早了 做到放到飞机上面 其实是还早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激光武器 其实不是没有 现在就已经有了 问题是它就体积很庞大 它能量要很大 它是一种类似那种光线 打出去以后 其实你要打越远的话 它的功率会衰减 越减少 现在可能来讲 打个10公里还有可能 所以打到物体上面 把它烧穿 让它产生自然自爆 我觉得如果说 你要那么大功率来讲的话 如果真的有这种武器出现的话 最好用的地方还是装在军舰上面 因为军舰上面本来就够大嘛 对不对 不管它的发动机 或者它的这个 这个船体 或各方面来讲的话 装这种武器来讲的话 是比较有可能的 第二个就 海军舰艇来讲的话 对它来讲也是智慧上面 非常很重要一种武器 因为我们先求 这个敌人的导弹队友过来 我们现在都是用 禁迫防御器的把它击落 如果有这种激光武器可以把 对我来袭的导弹击落来讲的话 对我舰船自己本身的保卫 防护能力来讲可以更强 所以我觉得说就现实来讲的话 如果说真的有这种武器 研发出来的话 它最有可能用的地方 还是用在船舰上面 对 如果用在飞机上面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大太重了 你要挂到飞机上面来讲的话 可能还要等到有船舰之后 慢慢再研发 在路上来运用 然后最后才有可能挂到飞机上面来使用 再慢慢把它缩小 如果现在一步就要弄到 不管是中共来讲 它的解放军说用到千二十或者F-35 我觉得说可能都一步登天 如果有可能的话 它可能我觉得 真的有这种武器发展出来的话 最有可能用到的地方是船舰 如果有船舰 已经开始有这种武器的话 之后可能再加挂到飞机上面的可能性 就慢慢会出现 但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我不管是美军来讲 它的最新的驱逐舰朱姆特号 或者是共军055大驱 这些船舰都还看不到类似这种 智慧型的武器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研发 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超幻想的武器 对 不过现在已经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实验 只是目前实验 当然还没有这个横空出世 很特别 今天这个网上大家在讨论这一题 我觉得也还蛮有意思 这个日本最近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太好 所以大家突然发现好奇怪 倭寇 倭寇这两个字 为什么会被移出新华字典 是不是很怪异 倭寇什么意思呢 你觉得什么意思 就是13到16世纪 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 跟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 就叫做倭寇 除了沿海劫掠之外 它还做一些走私贸易等等 所以古称日本叫倭寇 这个节骨眼关系又不好 它会被移出新华字典 所以你看到大陆网友炸锅了 说什么 肯定是倭寇的后人干的 不知道谁干的 谁干的 大家都在想 把他抓起来 叫了几千年的倭寇 被某些不孝子孙取消了 贼白了 抓起来 别让他跑了 这题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里面有一些 这个小小的民族情绪在 当然这个移出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看到公布正式的原因 但确实是不是有点不寻常 倭寇这两个字怎么了吗 好像也没怎么了 没台没机给他移出新华字典干嘛 新华字典当然这个 大家感觉当时官方定调的 这个时候是为了改善关系吗 光是移出个字典有什么用意吗 但无论如何 触动了大陆网友的一些民族情绪 所以你看到极强的反应 抓起来 我一查就查到了 有吗 在线的新华字典有 是不是在线的没有更新 还是怎样 我不晓 另外一头 我们要来看一下印度这个国家 美国最近不断在拉拢印度 但是我们看到 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 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的标题就叫 华盛顿的华府不时会发作的印度幻想症 有印度幻想症 三不时会发作一下 然后印度最近又崩桥了 你还记不记得辣碗报 之前我们做了一题 各个节目都很少做 但是内提的流量非常高 就是印度有一座大桥 它垮掉 说实在台湾在地震 在水灾的时候也曾经桥垮掉 但是我们没有看过这种印度式的垮法 因为当初它垮掉的时候 是到水里面 然后整个就溶解了的概念 所以大家说这叫奶粉桥吗 为什么掉到水里一下子 桥塌完全无痕迹 6月4号在印度记不记得 桥垮掉之后不到10秒钟 整个桥面消失在河里 这个桥不得了花了171亿卢比 那6月24号没多久 20天之后又垮了一座桥 这座桥也花了100多亿的卢比 都是百亿盖的桥 还不止如此 我告诉你 这是印度自己的统计 印度的媒体说 我们印度怎么了 对不对 今年发生了光是今年 光是比哈尔邦 今年桥梁坍塌有五起 这三年来垮掉的桥 十座 你相信有这种事情吗 然后季大使你怎么看 美国的华府的印度妄想症 对美国这一次拜登 这个简直死出浑身结束 拉拢这个Modi 所以美国很多媒体看不下去了 对像Wall Street Journal都写说 这都是这一片幻想 印度的国策就是不结盟 你想要拉他跟美国结盟 那个就是一个不了解 这个印度历史现状的一个 最愚蠢的作为 很多批评 不只是这个 那就印度这些出这种意外 太多了 他只是比哈尔邦一个邦 就五条桥 印度多少邦 印度十几二十个邦 可能百亿以下的都没被爆到 很多都没有 印度很多这种桥 路修到最后两边凑不上的 或者路修一部分 路垮掉的 然后前一阵子不是两个火车 在同一个轨道上相仿的对撞吗 死掉几百人 三列 三列 所以印度这种事情 非常非常的普遍 印度以前在曾经有一个杜邦的厂 曾经外泄 死了几万人 所以印度这种国家 事实上你说他要 以他的社会的纪律 跟他这个政府的行政效率 跟他整个社会的这种 整个体制 要去建立一种高度科技 高度复杂 高度 这个信赖 可信赖的工程也好 或者说一个 一个经济建设也好 那是有时候 太难为印度这个国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